在現在的籃球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球場是不能借 你要一個孩子們還年輕才高中生 要到這個球場去適應那個 冷氣又很強 然後這個場地空間又這麼大 跟平常在學校練的不一樣 所以他們一開始進來好像感覺高 籃框好像不是他平常 我就跟他說 那球場不是長跟寬跟高都一樣嗎 只是空間感不一樣 你就不要去想 第一節先多投 多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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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不進都算教練的 你越不敢投 越不敢進攻 第一節就這樣 你根本不知道籃框對你熟悉 你沒有辦法趕快熟悉他 高級動作 剛開始還找不到感覺 是後面教練叫我調整 投籃調整 然後我從三分帶動我其他進攻表現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防守 我覺得我自己做到防守 然後自己做到 現在想要我做的 我都會做到 第三節 防守策略 跟包括孩子們的注意力集中 因為我跟他說 籃球最關鍵就是第三節 如果你們想贏球賽 就把第三節把比數拉開 把他拿出到油清區之外 哇 最後的過差一點點過過了 場下多鼓勵 因為他們場下有時候會緊張 然後就多鼓勵 然後場上因為在跑動 我身為一個領導者 所以在場上要多講話 所以有信心嗎 有 有 有 都有 每一場都有 喔 我跟你講 我前四場的球賽真的很硬 喔 這個賽程排得沒辦法 因為我們打第八名 就打嘛 對啊 就是也是平常吸納 全力以赴 對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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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